大家好,歡迎來到《聖經精讀》 邀請你訂閱我們的頻道,轉發分享我們的影片 在下面按LIKE,以及留下造就成的留言 好了,我們講到約翰福音,去到第十四章 我們給它一個標題,就是上去 我們稍後就會解釋 我們看約翰福音的時候,會對戰馬太馬可路加福音 好了,我們講到耶穌最後一個星期 即是綠色的部分 好了,我們下去吧 第十三章裡面,看到耶穌在馬可流上面 就是為門徒洗腳,預言自己被出賣 預言彼得會否認主 而接著下去,仍然都是在馬可流上面 耶穌對著門徒說了兩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耶穌是通往天父的路 所以這個就是上去 而第二部分就是 耶穌應許會似下聖靈 所以是下來 所以我們給他一個標題,就是上去下來 第一節就是第一部分 第一節就是第一部分 就是上去這個部分 我們來看第一節 你們心裡邊不要憂愁 你們信神,亦當信我 在這個時候,門徒都感到不知所措 和大失所望 因為耶穌的話 包括就是 耶穌將要去的地方,你們去不到 耶穌又預言他自己 將會從地上被舉起來而死 耶穌預言十二個門徒當中 有一個會背叛他 耶穌又預言 彼得將會在雞叫之前三次不認主 撒旦想要得著你們 好厲害,你們好像西脈子一樣 耶穌又預言 所有門徒都要為他的緣故而跌倒 好,以上這些持續累積的壓力 一定令到門徒遭受到重大的挫折 所以耶穌要他們相信神是無所不能 而且祂是值得信任的 第二節就是三節 在我父的家裡有很多住處 如果沒有的話 我早就已經告訴你了 我去原本就是為你們預備了地方 我若是為你們預備了地方 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 我在那裡,叫你們也在那裡 耶穌使用大有應許的訓詞來安慰他們 並且命令他們要持守對父神和對祂的信心 在我父的家裡就是指天國的,天堂的 我必再來不是指耶穌將會成死裡復活 而是指基督教會未來被看 好了,在貼撒羅尼加前書就說到 主親自從天降臨 那個在基督裡面死了的人 必先復活 以後我們這些活著還存留的 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魂裡 在空中遇著相遇 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第四節,第五節 耶穌說,我往那裡去,你們知道 那條路你們也知道 多瑪就跟他說 主呀,我們不知道你要往那裡去 怎麼知道那條路呢 好了,耶穌在他的事工裡面 持續不斷地來向門徒 顯示他在世上要走的路 但門徒並不是完全明白耶穌所說的話 而多瑪本性亦都多疑 他就直接了當地向主耶穌提出這個提問 但據終他使用的代名詞就是我們 就表明這個就不是他個人的想法 而是十一個門徒都有這樣的想法 而西門比德也曾經問過耶穌說 主往那裡去呢 耶穌回答說,我所去的地方 你現在不能夠跟我去 但後來他要跟我去的 好了,我們看到了 耶穌就說,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好了,道路就是道來到世上 成為了一條路 就是道路 真理就是十字架的救恩 生命就是藉著他得著永恆的生命 而耶穌就說,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值著我 沒有人能夠道苦拿下去 耶穌就是道路 因為祂就是真理和生命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 生命是他裡頭 而這個生命就是人的光 除此之外,父神也是真理和生命 而耶穌也是父神再世的具體顯現 所以藉著耶穌,人就可以到父神那裡 耶穌的道路也是世上獨一無二的道路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 因為在天下人間,並沒有設下別的名 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因為自有屈一位神 而在神和人中間,自有一位中寶 就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 第七節 你們若歸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了 從今以後,你們認識他,並且已經罕見他 本節經文的前半句,有兩種不同的手抄本 就像上述的英文譯本所示 前者是個應許,後者是個指責 今以耶穌曾經對敵對他的法律常說 你們不認識我,也不認識我的父 若是認識我的話,就應該會認識我的父了 現在又對那些跟他朝夕相處的門徒說了類似的事情 從今以後,你們認識他 其實這是應許 但必須等到耶穌死後,復活後才應驗 第八條九節 弗力就跟他說 求主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們就知足了 耶穌就跟他說 弗力,我和你們同在了這麼久 你還不認識我嗎? 人看到我,就是看到父了 你為什麼說將父顯給我們看? 摩西亦曾經對耶穌說 求你顯出你的榮耀給我看 就是將神當作可得見的對象 這其實是導致偶像崇拜的 弗力也很可能渴望看到 好像聖經上所說 摩西亦倫、拿達、亞比戶 並以色列長老中的七十人都上山 他們看到以色列的神 他腳下彷彿有平鋪的藍寶石 如同天色明正 還有當烏西亦皇家崩的那一年 我見主座在高高的寶座上 他的衣上、垂下、遮門聖殿 第十章十一節 我在父裏面 父亦都是我裏面 你們不相信嗎? 我對你們所說的事 不是憑自己說的 而是住在我裏面的父 做他自己的事 你們應該相信我 我在父裏面 父亦都是我裏面 即惑不信 亦都當因我所做的事 信我 耶穌與父神合一的證據有三方面 他們亦都應該相信耶穌 首先第一 就是他的品性 他的性格 就是說 我在父裏面 父亦都是我裏面 B 因為他的話是父神 即是我對你們所說的事 不是憑自己說的 好 C 就是因為神跡顯示父神 藉著他來做事 亦都就是說 住在我裏面的父 亦都在做他自己的事 亦都當因我所做的事 信我 好了 今天約翰福音的關鍵元素之一 就是強調神跡 就是信心恩典的一個sign 好了 第十二節 我實實在在地和你們說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都要做 並且要做給這個更大的事 因為我要往父那裏去的 要做給這個更大的事 並不是說耶穌需要做 比耶穌曾經做的更了不起的事 就好像耶穌使用五餅二餘 為飽五千人 這些人都是當地人 而是說 他們向外擴展的範圍 將會比耶穌所做的更大 更廣闊 就好像彼得一次說到 就導致三千人信主 而這班人就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人 耶穌並且會告訴他們 這個是可能做得到的 因為往父那裏去之後 將會慈下聖靈和他們同在 而成就更大的事 第十三至十四節 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什麼 我必成就 叫婦恩而至得榮耀 你們若奉我的名求什麼 我必成就 其實這裏說的奉我的名 並不是一種神奇的祈禱配方 而是說代表耶穌的信徒 如果是按照耶穌的旨意 祈禱就會成就 而作者使徒約翰 就在他的書裡面 擴張這個教導 在約翰福音 約翰一書裡講到 我們若是照他的指言求什麼 我就聽 他就聽我們了 這個是我們向他所傳坦義無據的心 既然知道他聽我們一切所求的 就知道我們所求於他的無不得著 即是活得著的 好了 我們今節先講到這裏 今節就是講上來 下一節我們就會講下去 下一節我們再繼續講